万万没想到 我花了那么多钱娶进门的老婆 竟然是个曾被人千奇万跨的女人 最近一段时间 我每次下班回来 总能看到一辆路虎停在我的停车位上 每次都打电话告诉她过来挪车 然后提醒那人车位是我买的 但次日她的车仍然我行我素 直到半个月前的晚上 我出差回来的晚 我的停车位居然没备占 当时我还挺高兴 但次日一清早却发现 我的车被刮了 看着新卖不久的车被刮了一大道子 我这个心疼 但报警之后到了交警队看监控时 并没看到车是怎么刮的 倒让我看到了一个不堪入目的画面 我老婆柳如烟 竟然从一辆路虎车上下来之后 紧接着就跟开车那男的啃在了一起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 天空正下着小雨 光线很暗淡 我看不清柳如烟和对方的脸 可柳如烟的那件米白色风衣 却很容易辨人 那件风衣是我出差的时候给她买的 一万多块 这还不是重点 昨天晚上柳如烟并没回家 一次我推断 那个男的一定也住我们同一状公寓 而柳如烟一定是去了那个男人的家 我直勾勾盯着画面许久 直到交警队工作人员跟我说 看监控是没什么问题 你这车一定不是在这里被刮的 不是在公寓区域被刮的 那必然是在路上了 这就不属于他们这个交警队的管辖范围了 但我还是要求他们把那段食品拷贝一份给我 理由是 万一我从中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呢 在两个交警人员很是嫌弃的注视下 我死皮赖脸要考了食品 他们肯定是不高兴的 让我这么一说 好像显得他们工作水平很低一样 东西拿走 我直接就去了柳如烟的美容店 柳如烟 昨天晚上你去哪了 进门我就开始质问 哟 于大明你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柳如烟避开我的问题 很热情的迎上来 他就跟以前一样 一看到我出差回来就沾着我 说好听的哄得我团团转 然后等着我拿出差给他带回的礼物 再把卡给他拿着出去逛一圈 但是今天我是空着手来的 我问你 昨晚去哪了 柳如烟立即就不高兴到 我还能去哪 店里忙得要死要活的 你帮不上忙你就算了 一回来就跟我吼 你有病吗 居然还好意思跟我发火 也不等我再说什么 突然一个店员走了过来 如烟姐 昨晚那个做龙逼的顾客醒了 他说好在你一晚陪着他 不然他还真担心有什么问题 店员还说 那个顾客要见柳如烟 当时我就愣住了 一晚都在陪着他的顾客 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他了 等我见到那个顾客的时候 才觉得或许真的是我误会柳如烟了 顾客不但是个女的 还拉着柳如烟的手 说了半天昨晚的事 可如果昨晚那个女人 不是柳如烟又会是谁 那件风衣可是限量款 才买了不到两个月 我也从来没见我们公寓 哪个人穿过那件衣服 为了不在事情清楚之前 闹得太僵 我就没再追问 也没跟柳如烟打招呼 就要走 你干嘛去 我刚走到门口就被柳如烟叫住 去公司 我的礼物呢 你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带礼物的 柳如烟让店员照管顾客 跑到门口朝我伸出手来 你先不要礼物了 我给你看的东西 她不伸手还好 一伸手我这才想起 拷贝的那段监控视频 这是要是不弄清楚 我一天的工作都做不好 去了柳如烟的办公室 我把视频放给她看 哟 这谁呀 怎么穿着跟我一样的风衣 你不是说那是限量款吗 柳如烟的重点 并不在画面上女人在看什么上 反而是落在了那件风衣上 这就让我更觉得 自己是认错人了 紧接着 柳如烟就开始跟我算小账 你说呀 你是不是骗我的 你不是说限量款吗 为什么别的女人也有一件 她那件是不是你送的 一连串的问题 倒把我给问住了 我特么哪知道 为什么那个女人 也穿着那件风衣 但被柳如烟这么缠着 我的确是更闹心 我是让你看看我的车 被刮了 你眼睛往哪看呢 车车车 一天到晚就知道车 你什么时候能把精力 多往我身上放一点 柳如烟发起脾气来 以前她就是这样 一点是不揪出个结果 就不放过我 我是真被她磨得濒临崩溃了 行了行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就过来看你吗 李屋在家呢 晚上回去再说 我扔下这句话转身就走了 在去公司的一路上 我的脑子里都在回忆监控里的画面 到了宫区之后 又反复研究了半天 虽然光线暗淡 但我怎么看那个女人 都是我老婆柳如烟 且不说风衣 就她那发型 身材 以及举手投足 都跟柳如烟是一模一样 我们结婚六年了 我对她太熟悉了 可她关注的点却跟我不一样 而且一点都不像妆的 我有点迷茫 就在这时候 一个同事突然凑了过来 哟 这不是路虎心脉吗 妈呀 五六百万呢 这不谁前段时间 才从外地提回来的那辆吗 你认识这车主 这不三标吗 你不认识 前二年搞木材那个爆发户 你确定 这么牛的车牌号 除了她还有谁 同事这么一提醒 我猛地回过神来 对呀 可以通过车牌号确定这个人 不就可以弄清头碗 到底是不是柳如烟 做过他的车了吗 我给那同事递了喝好烟 让他帮我查查 是不是三标的车 不到半小时 同事就给了我结果 的确是三标 而且昨天晚上 三标带了一伙人去酒店吃饭 而后去的歌厅 到很晚才回去 三标居然也买了吉祥公寓的楼 嘖嘖 有钱就是尿性 同事又说了这么一嘴 吉祥公寓总共六栋楼 每栋都二十多层 想要弄清他住哪一栋 哪一层就难了 但这都不要紧 我问同事 昨晚他们去的哪家酒店 哪家歌厅 怎么 你是看上他的车了 还是看上他的人了 别闹 不过 我有个朋友也对那车有兴趣 帮人家打听打听 那你直接去找三标不就得了 说不定还能把它发展成 咱们公司的客户呢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我们公司是做奢侈品饰品的 我负责的部门是高档定制手表 俗话说穷玩车付完表 无产阶级玩电脑 定制手表肯定能让三标再装一圈逼 等我到了三标的木制品加工厂时 他刚好从里面出来 三哥 好久不见 我拿出我们做销售的惯用套路 你谁呀 谁不重要 一个小人物 不配让三哥记住我名字 但我今天给您带了一样东西 您肯定感兴趣 这句话是把三标捧上了天 他当时就名嘴乐了 搞业务的 小样儿 来吧 先跟我去个地方 三标话落 禁止朝停车处走去 我一看那辆车和牌子 可不就是监控画面上的那样吗 路上 三标说 想做我的生意也不难 只要你能替我陪客户喝两杯 我立马就在你这下订单 果然很社会 果然很有钱 他都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 要向他推销什么东西 其实我也明白 他的客户都是歇万 几杯酒解决下来之后 他赚的要多得多 很快 车子停在望运酒店门口 一下车 三标就说 当那啥话也不用你说 就看我眼色行事 我一眨眼你就来一杯 他还说 只要我把客户喝好了 以后就是他三标的好哥们 我去他的好哥们 这种人今天有酒今天喝死 明天可能就端着碗在大街上被喊打 但出于我自己的目的 也就陪着笑点头答应着 当时我也真不知道 自己是抽的哪门自封 就一心想弄清楚 头一天晚上跟三标肯在一起的 到底是不是我老婆柳如烟 随后 我跟着他去了包房 但包房门一开 我当时就傻眼了 包房里已经有两个人等在那里 其中一个就是我老婆柳如烟 另一个人看起来也很社会 就是那种大金链子小手表 一天三顿小烧烤的 一看就是混得很有势头的样子 柳如烟看到我的时候也是很吃惊 大于当时那个场面 我俩都没揭穿彼此 那个社会人叫愣哥 咋也不知道是哪个愣 他们谈的是一批高档木材 在谈价格的时候 就需要我上场了 三标眨一下眼睛 我就仰头一杯酒 三标就吹几句牛 而对面柳如烟也跟着喝一杯 愣哥也吹几句牛 我一看当时的情况 那么喝下去我两口子还不全军覆没了 但当时那种情况我又不能半路跑了 不然三标飞满世界找人打断我的腿不可 那种人 你挡他财路 他就敢决你祖坟 也就在那一次 我头一回知道柳如烟那么能喝 差点给我干趴下 最后我耍了点小手段 让三标这边更胜一筹 他们买卖弹成了 可柳如烟的脸却黑了 等我晚上回到家 柳如烟后脚跟回去 进屋就跟我吵了起来 你行案于大明 学会拆我的台了 你可真是大一灭亲爱你 我看你是不想跟我过这日子了 我当时喝得难受极了 跑卫生间里吐了半天 柳如烟就在客厅摔摔搭搭 等我从卫生间出来 他人不见了 我当时很恼火 他好好的美容院不干 跑去跟人家喝酒谈生意 这都跟谁学的 不管我打电话还是发信息 他既不接也不回 当时我淤淤乎乎的就没再找他 爱他妈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才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次月一清早 柳如烟还没回来 我去了趟他美容院 但那里的服务员却说 他昨晚一整晚都在美容院待着 这回我可记得清清楚楚 他昨晚跟我拼酒来着 我问服务员 昨晚又有来在脸上动刀的 在我说话之前 我先把手机录音给打开了 因为我已经意识到 这个服务员在撒谎 可不是吗 拉双眼皮的 不放心 在这跟刘姐聊到半宿 你确定吗 确定 我为了加班费 昨晚就跟着在这待了一宿 我心里这个气啊 这服务员是早就嘱咐好了的 只要我过去问 那就是柳如烟前一天晚上 整晚都在美容店 这死女人到底在干什么 我气呼呼走了 刚想给柳如烟打电话 她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闺蜜姥姥姥去世了 我要去帮她忙几天 这几天别找我了 电话一接通 她居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行 我想发火 但咬了咬牙还是忍了 这些事在电话里根本说不清楚 等她忙完她闺蜜那边的事再说 这边电话刚挂断 公司那边电话就打了进来 让我出差 同行的只有一个女同事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搭档形式 很容易遭人编故事 果然 当天到了临市 还真出事了 但凡是跟女同事有关的事情 我都很避讳 我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可别被什么花边的事给缠上 真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到晚入住酒店之后 本来我俩是开了两个房间 怕到时候不方便 我刻意让酒店服务员 开了两个不同楼层的 结果晚上十一点多了 与同事突然打电话给我 说有个非常重要的材料 要提前商量一下 一开始我拒绝 说多重要的材料非半夜谈啊 尽管我那个女同事平时很正派 但我也加着小心 赵总说了 如果这次的事情出了纰漏 咱俩不但年终讲没了 很可能连工作也都保不住 她说话的时候语气也很正常 不像是喝了酒的样子 我提心掉胆地上了楼 紧张到浑身出汗 到了她房间时 我推门进去却没看到同事 相反却看到洗手间里满是雾气 当时我就窝火了 这家伙正在洗澡叫我上来干什么 我转身要走 就听到里面说 我洗好了 你进来吧 这什么意思 我与大明是那种人吗 疼得我就一股火上来了 但刚想说什么 就听到里面水声停了 紧接着又是一句话 让我两腿一软 差点坐地上 死鬼 你怎么来这么晚 我插她祖宗 这不是柳如烟的声音吗 她怎么在这里 难道我跟她吵架的是 她跑去跟我同事说了 我这个同事想做个中间人 劝我俩和好 我脑子里正琢磨这事呢 柳如烟围着一条浴巾 就从里面出来了 柳如烟看到我的时候 她熬的一声尖叫 立即拿手捂着胸口 当时我都懵了 她看到是我来了 反应那么大干嘛 紧接着 她像是突然反应过来是我 这才捂了五嘴 雨声颤忧着说 你 你怎么来了 她这一句话 我当时心就凉了 不用猜 她等的人不是我 可她等的是谁 就在这时候 对面房间门开了 我同事从里面探出头来 当我俩四目相对时 我这才意识到 我走错房间了 同事满眼的惊恶 张了张嘴却没说什么 缩回脑袋就把门关了 估计是误会了 同事肯定以为 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她做出一副 假装没看到的样子 也是怕我下不来台 柳如烟看了看时间 紧张地说道 你你 你这是又出差了 不然呢 难道是来捉奸 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行不行 我就不能出来放松放松嘛 放松 可以啊 但你能不能找个活人 死鬼是什么东西 你不会是约了你闺蜜的姥姥 来这陪你放松吧 当时我感觉到满头青草时 说话语气也是阴阳怪气的 于大明 我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 你出去 她居然把我赶了出去 我热了鬼 我告诉你柳如烟 今天的事不说清楚 咱们没完 我肯定不能走 我就想看看 柳如烟口中的死鬼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没完 我还没完呢 你出差就出差 跑到别人房间想干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刚才我看到那个女的 缩头缩脑的 她反咬一口 说我在外面搞三搞四 一通嚷嚷 对面女同事坐不住了 她再次打开门出来 请你说话注意点 与同事穿戴整齐 来到柳如烟房门口 就不乐意了 你让我怎么注意 你们能干出那种 见不得人的事 还不让我说了 谁见不得人 我跟于大明 就是很正常的同事关系 你再胡说八道 我可报警了 正常同事关系 大半夜的 她来找你干嘛 刚才你看到她 又鬼鬼祟祟 躲起来干嘛 两个女人 就那么吵了起来 柳如烟一边吵 还一边看着时间 我猜是她等的人要来了 这么吵下去不是办法 行了 都闭嘴吧 柳如烟你好好放松 我也不打扰你 你就好好玩 许你玩不许我玩 老娘特妈的 玩还能搞到钱 你特妈的能搞到什么 你特妈只能搞大别人的肚子 这话让我坚决不能忍 我甩手就给了柳如烟一巴掌 她整个人都撞到了墙上 我差你妈于大明 你敢打我 那一巴掌打下去 我挺后悔 结婚这么多年 我真的是一根手指都没碰过她 可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动她 才让她那么肆无忌惮 口无遮拦 同事也慌了 立即上前把我拉到对面房间去 柳如烟没在吼叫 我猜她要等的人是快来了 我就进了同事的房间 于大明 你把人家给打了 她要报警怎么办 同事并不认识柳如烟 因为柳如烟长得太漂亮 我就有点保护意识 压根没让她接触我公司任何人 报警就报警 我说 是她先勾引我的 勾引不成反了一口 我话虽这么说 不过那一刻 我脑子里倒是有了个想法 都差点被我抓到了 柳如烟居然还脸不红心不跳的 就算是明知道我也住在这家酒店 她也仍然还要跟别的男人瞎口 这女人太贱了 这婚我必须要跟她离 既然当面都没法解决问题 那就把问题交给别人吧 同事的提醒让我想到了个好办法 也没心思跟同事讨论什么材料的事 我在同事房间看到 来了个男的进了对面房间 五分钟内我就打了报警电话 又过了不到十分钟 来了几个民警 带着酒店服务员把对面门打开了 我就趴猫眼里看着 门一开 里面乌烟瘴气的 大概是那男的在里面抽了不少烟 可等民警进去之后 却并没发生我猜想的事情 没几分钟 民警竟然走了 我追了上去 问他们 那房间里有人卖淫嫖娼 你们不管吗 是你报的警吧 是是 是我报的 你这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当时就愣了 我说 对面那是我老婆 她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瞎搞 我还不能报警了 别废话 你不出来主动承认 我们也要查你 我查 真是热了老狗 我被带到了当地派出所 交代了事情前后 不但被罚了三百块钱 还被批评教育了一通 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我只能陪孝认错态度非常好 被送出去的时候 民警还跟我说 什么叫捉贼捉脏捉奸捅双 人家房间里三个人在讨论正事 你报警告诉我他们卖淫嫖娼 当时我失忆脑袋的问号 柳如烟那个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 当时我明明看得清楚 盯得也很紧 就只看到一个男人进去的 另一个人在哪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 或许在我进去之前 屋子里就已经有一个人了 但那个人也真沉了住气 我跟柳如烟吵那么凶 那个人居然都没露面 可到底是谁呢 我是一肚子郁闷回了酒店 同事还在等我 并说如果再等一会我不回去 他就打电话给公司 我说 你可千万遍 今天的事千万别让公司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还让人给赖上了 都是误会 整误会了 我还能怎么解释 但我就不明白了 柳如烟约了两个人 在酒店房间到底干什么 如果说他没跟什么人瞎搞 他提前洗澡是什么意思 还叫对方死鬼又是什么意思 我不死心就打算再去烫楼上 我就想看看柳如烟 跟那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可这时候同事就拉住了我 他说 约大明你别太冲动了 这不是在我们那里 如果果有什么事 会有人帮你 在这人生不熟的 一旦出了什么事 到时候你怎么办 工作不要了 家庭不要了 他这么一劝 我就更窝火了 实话跟你说吧 杨丽 你房间对面那女的是我老婆 到了那种时候 我也不藏着掖着 我把事情简单 跟同事杨丽说了一下 一开始杨丽劝我说 你也别想太多了 说不定你老婆 是真的来谈客户的呢 她开美容院的 谈客户要跑到外市去 跟人家在酒店房间里谈了 咱们一起出差 不也是在酒店房间谈事情吗 凡事都要网开了想 她越是劝我 我心里越窝火 情绪就激动起来 我都被人搞成大草原了 我怎么网开了想 杨丽争了争 然后说 如果你真怀疑 他们之间有什么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听完她给我出的主意 我当时就愣了 语言要是算计起来 智商真是让人无法估量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 带着个小礼盒 敲开的对面房间门 开门的是柳如烟 她已经穿戴整齐 一看来人 是我当时就满脸的火器 她压低声音 朝我低吼道 于大明你个王八蛋 今晚要缴了我这个大订单 我指定弄死你 柳如烟 我是过来给你们道歉的 你不会连这个机会 都不给我吧 我满眼诚恳的说道 道歉 柳如烟一脸狐一看看我 然后说 那你进来吧 但你记住 我刚才说的话 一个死女人 倒敢威胁起我来了 我抢压着心里的怒气 朝她笑笑就进了房间 里面果然 加柳如烟一共三个人 一男一女 都四十来岁的样子 男的叫周玉成 女的叫严雅丽 我进房先给两人 剧热的九十多的功 然后很诚恳的说 两位 实在对不起 今晚因为我情绪失控 嗨 没什么大不了的 男人嘛 我能理解周玉成说道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啊兄弟 人家女方要是不同意 你也就别死缠烂打了 那要没意思 当时我有点懵 瞥了柳如烟一眼 他立即说道 是矮于大名 我都说咱们之间不可能了 你以后就别缠着我了 他说着 还朝我眨了眨眼睛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他跟周玉成他们说 我是他的追求者 并没说我是他老公 玩得可真花 既然这样 那我就配合到底 嗯 周哥 我听您劝 但今天的事实在是抱歉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特意带了几个小礼物 过来赔罪 我说着 把小盒子打开 从里面拿出三块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这三块玩具手表 还请三位收下 就当时接受我的 道歉了柳如烟翻了的白眼 但目光落在手表上时 顿时眼前一亮 哟 出手还真大方 这表要一万多块呢 柳如烟给了我一个 你很会办事的眼神 绝胜科技的新品 周玉成目光也落在那表上 哟 还是限量款呢 严雅丽却并没大惊小怪 拿起手表 像剑宝一样鉴定了一番 他眼神之中 明显也透着惊讶 但他还是故作淡定的说 小兄弟既然诚心诚意来道歉 咱们就别为难他了 最后他们三人 都说了我送去的赔罪 我也没多停留 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柳如烟仍然把我送到门口 并低声问我 这你就满意了 对不起老婆 因为我太在乎你了 所以才有刚才的误会 我希望你别跟我计较 他翻的白眼 说 别以为这点小安小惠 就能收买我 回去必须给我准备 个更走心的礼物 好 我争取今年给你买辆新车 这还差不多 快走吧 别让他们怀疑你 柳如烟回了房间 而我的拳头 也已经泪得哥哥只想 但当我回到房间后 切听到柳如烟跟周玉成 他们聊的话题时 顿时傻了眼 柳如烟跟周玉成 的确是谈了的大买卖 导手一张彩票 原来 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 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八百万 在大奖一出的瞬间 周玉成就打电话给他 说有人要全款 买了他的彩票 柳如烟就觉得 这是件好事 毕竟八百万的彩票上税 就要一百六十万 而对方却说全款 这天他们约到酒店去 谈的就是这件事 我一边听 一边就觉得事情不妙 这可是违法的事 柳如烟胆子还真大 这种事也敢干 后半夜一点多的时候 双方已经商定了 严雅丽通过周玉成 将钱分批转给了柳如烟 此事结束 我以为他们就散了 却没想到周玉成 把严雅丽送走了之后 在两点多钟又回来了 进了房间之后 跟柳如烟先讨论了下 怎么分赃的事 紧接着两人就扯起羊皮 如果换做几个小时之前 我或许会提着刀冲过去 但那一刻我却格外冷静 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 我跟柳如烟虽然是夫妻关系 但始终是若即若离的状态 当初他说趁年轻先干事业 所以我就用积蓄 给他开启了美容院 再后来美容院干起来了 我跟他商量要孩子的事 他又说那几年太累了 调养一段身体再考虑要孩子 一推二拖 时间就过去了六年 我眼看就三十岁了 年初的时候又跟他商量 而他却又说 急什么要孩子 以咱们现在的条件 孩子出生后能给他什么 然后他还给我算了一笔账 从他怀孕开始 到孩子出生而后教育等等 前后不但要耗费十几年的时间 更有一大笔花销等着 而在这期间 他肯定会忽略事业 而把心思全部扑在孩子身上 到时候如果指望我一个人养家 那就太累了 他说最多再等二年 一定在最佳生育期内 把这件事给完成了 那时候我还挺欣慰的 同时也很感激柳如烟 觉得我老婆处处都在为我着想 但现在看来 他压根就没打算跟我长长久久 凌晨四点多 那个房间的声音才演细下去 随后我听到那两人的酣睡声 而我却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了 我反复听着从电子手表传来的录音 并把录音编辑了几个文件保存了起来 出差的几天时间里 我跟柳如烟没有联系 包括电话和信息 等我回到家 柳如烟不在 我也没去他店里找他 或许他还在临时没有回来 分当之后 他还不得在外面好好快活几天 我已经做好了打算 等柳如烟一回来 我就跟他彻底分道扬镳 可不等柳如烟回来 这天晚上 我就被一伙人堵在了家门口 来人称是三彪的人 柳如烟那个臭彪子呢 让他出来当时我就懵了 我问他们 你们要干什么 那伙人根本不跟我多说 冲进屋子就一顿翻找 我当时想报警 但被两个人控制了 连手机都没掏出来 他们没找到柳如烟 就问我人哪去了 我当时也怒了 我说 我特么还想找他呢 你打电话让他回来 要不然大家都别想好 怕惊动邻居 我就把门关了 那些人就坐在我家客厅 连吃带喝 我给柳如烟打电话 一开始他给我挂了 我又发信息给他 十几分钟后 柳如烟可能是忙完了什么事 才给我打回电话 一开口他就吼道 大晚上的你什么急事 一遍一遍打电话 催命了你 你在哪呢 大谎成性吗 你快回来 再特么不回来 老子就要隔屁了 傻 急性懒伟言 老子要是死了 做鬼也不放过你 好玩 我挂了电话 柳如烟还算有那么点良心 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傻眼了 两个棒大腰圆的男人 直接就把他蹬地上了 你们干嘛 私闯民宅 我要报警 把你们都抓起来 遇大明你是个死人了 你妈的就看着他们欺负我 你个王八蛋 居然骗我 你怎么没去死 柳如烟呼天豪的骂 我原本无动于衷 但怕那些人搞出人命 才劝了一句 哥几个 有时说是 别在这吵吵嚷嚷的 真要惊动了谁 到时候谁都麻烦 你小子还挺上的 社会上那套 虽然我不是很在行 但接触那样的客户多了 也就自然学会了那么一点 但其实当时 我心里挺慌的 一来是对柳如烟恨之入骨 二来也真怕闹出人命 毕竟那是在我家里 有时好商量 哥几个坐下来慢慢说 我给他们拿烟 挨个给点上 当时我特么就跟个孙子 让人揪住了蛋一样 半点都不敢放松 柳如烟被扔在沙发上坐着 有两个人看着他 他瞪了我好几眼 期间被一个男的 扇了两巴掌 当时脸就肿了 我看着却没半点感觉 哪怕之前 柳如烟跟我说半句实话 我都不会就那样 看他的热闹 带头的那个男的 捏着柳如烟的下巴 管他要钱 柳如烟却说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有本事你们今晚 就在这弄死我 我插他八代祖宗 这女人是想彻底 把我脱下水了 那种情况 我也只能好话劝着 让他们别冲动 有事咱就解决事 后来围守那小子的一番话 让我恨不得 先动手掐死柳如烟 那小子说 柳如烟被三标给包了 一包就是半年 陆陆续续给了他一百多万 这婊子 上回特么让他去陪个客户 他特么的放人家鸽子 害得标哥损失好几百万 我一听时间 那不就是我出差的 那晚发生了什么 当时柳如烟正在跟周玉成 和严雅芳做彩票交易 几百万的大额瞬间到手 他哪会看上三标那点钱 但这女人也太胆大了 三标这几天找他要钱 他不是说没钱 就是挂对方电话 这才把三标给惹恼了 就叫了这些人上门来赌他 他们还说 柳如烟以前就是出来卖的 当初是三标 看他还有几分姿色 才把他从那些人手里捞了出来 没想到这女人忘恩负义 事情讲完之后 柳如烟告诉他们 我没钱 我的钱都给他了 你们想要钱就管他要 他居然对以前做鸡的事 脸不红心不跳 看来真是个老游子了 听他那话 当时我就跳起来了 我说 我特么欠过你一分钱吗 可那些人不管那套 他们只要钱 不管钱是从谁身上出 说不给钱就要把我的房子卖了 当时我也挺窝火 被逼迫之下只好答应尽量给凑 他们也没多要 八十万 三天后必须凑上给他们 还让我给打欠条 我说 欠条我肯定不能打 这钱不是我欠你们的 谁欠的你让谁打 我答应替他还钱 也是有限度的在那种时候 我不能一味怂下去 不然能让他们拿捏死 最后 还是连羊给他们打了欠条 并说好三天后过来拿钱 这样那些人才走 那些人走后 柳如烟并没跟我大吵大闹 而是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洗了个澡就睡了 我真是服了 这日子如今过成了这样 这个家简直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第二天一清走 柳如烟在睡懒觉 我问他 你不去店里了 他说 你不抓紧去弄钱 在这扯什么废话 看样子 他这是破罐子破摔了 我出了门 直奔民政局 去打听了一下离婚的流程 结婚的时候 我真没想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 协议离婚不可能 每次事后 柳如烟都装作若无其事 他根本不可能答应跟我离婚 所以我只能走起诉 到了法院咨询一番才知道 起诉离婚也是有条件作为基础的 比如可以证明夫妻关系破裂的证据 柳如烟越来越能装无辜 并且撒谎成性 我只拿出他跟周玉成在酒店瞎搞的录音 到时候他肯定死不认账 并且不同意离婚 所以 我必须要弄到更有力的证据才行 回家的路上 我想到了柳如烟给三标派去的那伙人打的欠条 还有他跟严雅芳之间的交易 柳如烟居然就把欠条的复印件放在了玄关上 我拿走之后 先去了趟派出所又去了趟法院 到了第二天 一切事情才办妥当 紧接着下午我就去了柳如烟的美容店 柳如烟居然在那里 柳如烟 当初开这店的时候 我给你拿了多少钱 你问这个干嘛 他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都觉得纳闷了 出了那么大的事 他难道一点都没慌过 不过很快我就释然了 三标的人说他以前出来卖过 应该是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 他之所以嫁给我 无非也是想替自己洗白 可他不知足的是 有了稳定的家庭 也有了自己的小店之后 居然还不知足 非要在作死的边缘疯狂奔跑 走到这一步 完全都是他自找的 我就想问问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给你拿了多少钱 12万 后来赚钱了吗 废话 不赚钱我干这么多年我完了 既然赚钱 那你为什么还不知足 你狗改不了吃屎卖自己 胆大包天买卖彩票 你是不是想作死拉倒 我一番话让柳如烟立即就跳了起来 你特妈的去查我 于大明你还真不是个东西 你自己什么东西自己心里没点数 你好意思指责我 柳如烟随手就将一个化妆品瓶子 扔我脑袋上了 我没躲 并非是我大意 而是故意 当时我头就被砸出血了 这死女人下手真特么狠 随后我一个人去了医院 伤口不深 但我还是办理了住院 当天晚上 我把家里的门锁换了 并贴出此房出售 而后我去了哥们纳住 柳如烟大概也没回去 不然早就该给我打电话了 第三天 不等三标那些人上门要钱 柳如烟就被派出所叫走了 就在他被审问的时候 也接到了法院传票 他打电话给我 开口就骂祖宗 说我凭什么跟他离婚 我由着他骂了半天 手机就扔在一边我也不听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挂的电话 大概是他在派出所撒泼耍横 被民警给制住了 没几天法院传我去开庭的时候 我没看到柳如烟 当时是缺席审的 并当庭就给了结果 因为是起诉离婚 不需要再走民政的程序 所以我很快就拿到了离婚判决 回去之后 我看到柳如烟的美容店被封了 而我的房子也有人咨询购买 当时我出了个假 对方一还假 我当场就答应了 那里对我来说 是一段失败婚姻的地方 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出手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全文完